王妃 您没事吧 还好 肋骨没断 王妃 刚刚主缘来的人 说王爷问您 需不需要要刘军医来为您诊病 不用 我自己就是大夫 我的情况 自己了解 禀王妃 顾大人求见 顾大人 顾兰西 他来做什么 他问病号啊 回王妃 奴婢不知 那你去问他 有证事办证事 没证事 就要他滚 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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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既然你觉得不妥 还来问我做什么 直接放人进来呗 玉兰 你这是做什么 回王妃 这群下人 对王妃不敬 理应受罚 叶琉璃立刻明白了 曹玉兰这是在帮她立威呢 玉兰 算了 这丫头还小 不懂事 随便打她二十个嘴巴就行了 王妃 奴婢知错了 刚才本王妃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穿出去 是 顾 顾大人 王妃有令 您若有正事 便请进 没正事 便 便 便滚 这是你们王妃的原话 有趣 你去通禀王妃 就说我带管家和帐房前来 做府内事宜的交接 这算不算正事 是 不一会儿 小猪又从屋子里出来了 怎么 顾 顾大人 息怒 但王妃说 从前王府大权 是顾大人管的 以后大权 还有顾大人来管比较好 毕竟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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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闲内猪 除了顾大人 别人无法胜任 让开 房间内 叶琉璃 正在为自己检查伤情 刚刚将衣服穿上 曹玉兰一声尖叫 我说顾兰熙 没人叫你进门要敲门吗 抱歉 王妃只教着丫鬟 就属下撒泼 却没说您在换衣服 哼 嘴巴还挺厉害 那你的意思 以后丫鬟外出 还得顺便把主子在房内干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都说出来 对不对 这个就好比人要求见你家王爷 丫鬟不能说王爷不方便 必须直接了当地说 王爷在拉屎 对吗 对吗